朋友们好,我是渔夫,那大家就等了 有越多越远没拍视频 好多网友比较担心,到处就问我怎么就不更新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突然就不见了 我现在来回复大家 没有出什么事情,是因为账号出了点问题 1月2号那天,我账户收到那个版权解释 被你流氓给点上 这个时候,我非常想骂账卦 晚上不要脸的人争夺 连我自己拍的日常生活的内容 他居然都投诉我没有版权 这纯粹是耍流氓 他根本就没有投诉的权利 然后账号就收到了4个版权解释 然后就不能发视频了 后来我又找客户,又发邮件 是吧,然后提那个 看便申诉 然后整整处理了一个月 当然要吐槽一下,这个过程有点长 太久了一个月 从今天开始我的账号将正常变形 再次声音一下,我没有换号 并且我也没有任何的小号 我在YouTube上面只有这唯一的一个账号发视频 其他账号你们所看到我的视频 全部都是盗版 大家也可以投诉它 感谢网友们长期以来的支持 非常感谢 拜拜 我一会发视频 好